一直以来都有人问 R1有多少中国人买房 有多少是自住 有多少是出租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 首先我调阅了最近三个月 R1所有房子的成交数据 那么这个数量一共是596栋 之后做了数据清洗 并且做了姓名上的匹配 也就是房主的名字 但是这些数据我都隐藏了 为了隐私 咱们主要是看这一列 就是我是用百家姓去匹配的 基本上应该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国人 然后之后咱们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值 一个是True 一个是False 那么True就是匹配到了中文的姓 False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首先看R1有多少中国人买房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数据的筛选 然后我们只选True的部分 咱们会看到这里技术器统计下来有321 刚才咱们看一共是596 那么现在就是中国人是有321 所以我们简单的计算一下 321除以596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在R1购房的比例是53.85 也就是说没卖两栋房子就有一栋是中国的客户 那么之后咱们看有多少出租 出租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好判断 所做了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案 就是用这个地址 就是房子的地址跟你的寄信的地址 它如果是一致的话 这个房子呢 大部分的可能是自住 如果不是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出租 所以呢 我实际算出来的这个出租比例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实际的应该更高 根据经验数据的话 就是有很多出租的房子也是 把这个信寄到这个房子的地址的 所以我觉得大概应该是有一个15%的偏差 那么咱们看这个数据 我们做一个筛选 就是说这个地址是不是匹配 我们选择不匹配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数字是227 那么是227这个数字 刚才我们总数是596 那就是227除以596 那就是38%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上一个15%的偏差 所以呢 大概就是53% 也就是说每两栋房子 那么可能就有一栋是出租房 那么有的人可能还会问 那中国人买的房子 有多少是自住 有多少是出租呢 那这个数字就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会使用这两列的筛选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把它定义为咱们中文的姓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把它定义为地址不匹配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计数器上会显示一个154 计数器上 中国人买房是多少呢 321 那咱们开始用154 除以一个321 加15%的偏差 加上0.15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62.97% 这个大概就是有六成左右的华人的买价 这个房子可能就是出租的 这个数字跟你想的是否一样呢 欢迎大家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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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